2年41歲的事後唐詩詠 去年9月份突然宣布約滿離巢 令到不少觀眾都覺得驚訝 恢復自由身的詩詠 除了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之外 更多了時間陪伴家人 最近他就帶著爸爸去日本旅行 不過他在社交網分享的旅遊靚賞 就被不少網民發現似乎脫發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事關他的髮線明顯又再上移 更加竟然清潮額 而事實上早在去年離巢之前 詩詠在一次出席活動受訪的時候 就已經透露過 自己近年開始出現脫發危機 對於一向貪美的他來說打擊都很大 當時他直言 女生毛髮真的不行 我真的想哭 他認為自己的脫發問題與壓力有關 在TVB拍劇多年經常要捱羹底夜 飲食作息都毫無規律 再加上人到中年逗入40大關 所以詩詠決定讓自己停一停 頭一頭 好好養回皓的身體 現在的他活得自在輕鬆 他還在社交網分享心情說 最實在的成功只有一種 就是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和你一生